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屏东基督教医院肝胆肠胃科卵胜豪医师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肝癌的预防 在预防肝癌的部分 第一造成肝癌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B型或C型肝癌的慢性感染 其他的包括肝硬化酗酒 脂肪肝 糖尿病 抽烟等 针对这些的原因好好去预防 才有办法控制肝癌的发生 因此民众如果不知道自己有否B型或C型肝癌的话 可以到医疗院所去做B型跟C型肝癌的检测 如果已经是B型肝癌的患者 那定期在医疗院所做血液的检查跟追踪是很重要的 若发生肝指数开始过高 而且居高不下 持续一段时间 这个时候就需要接受B型肝癌的药物治疗 来控制发炎 发炎控制下来 就可以减少肝脏的纤维化 以及之后肝癌的发生 C型肝癌的部分 目前已经有全口服抗病毒的药物 可以治疗C型肝癌 治愈率达到98%以上 民众只要协议验得有C型肝癌的病毒 健保就有给付这项的治疗 所以如果有C型肝癌的患者 请要紧速到医院就医 接受全口服抗病毒的药物治疗 以来治愈C型肝癌 预防日后肝癌的发生 此外 戒酒戒烟 控制血糖 控制体重 也一并可以帮助预防肝癌的发生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可以到屏东基督教医院来咨询 屏东基督教医院关心您